我们看一下战步这方面好吗?Larry 你好 战步这方面呢 就是乌冬那方面的战事呢 其实俄军有很缓慢的进展的 因为大家看回这幅图呢 他们这一边呢 黄色的躯避其实是慢慢慢慢变大 但是就很缓慢了 有点像当时他围困马里乌波尔那时候的情况 就是一天一点一点一点 但是就是他每行进一步都遇到很大阻力 况且刚才Anson Hain都说 好像美国佬的M777已经开始有这个 已经开始有战力了 真的在发挥战力了 那么乌克兰在这边的抵抗势力 相信会越来越强的 都很希望他们可以快点进来 那么乌克兰有机会去反攻 多谢阿May的支持 如果这个位置呢 就是我们看呢 M777呢 就是我们讲成M777就是这么说 就是除了火力之外 那么他要精准 而且最重要就是他都要在前方做很多不同的偵察的行动 所以我们相信就有M777 我想相信也有无人机的配合 加上很多比如说做一些的情报等等 其实三个东西去做配合呢 那就可以发挥到就是完成火炮的威力了 因为始终这个M77都相当好用 就是打就打18英里 就是大概差不多差不多 相当接近30公里 所以那个威力来说是将俄罗斯的部队 就是把俄罗斯的部队移走 要不然你这样打呢 它们经常结集这些火箭 整天都要打得很危险 不过就是M777榴弹炮真的够打很多俄罗斯的装备 就是我们经常说那些BM21啊 BM30这些多管火箭 哇看到榴弹炮就必死了 那些车都未必是他的对手 所以就希望密来密来手 还有我觉得90门 或者是在拜登那个200亿的军门里面 还会不会有机会有多一些的M777过来呢 或者其他会不会中极都会有这个派兵的那些呢 那我们要再来 还有他们这次乌克兰很多访问都说呢 他们用Starlink来做这个通讯 因为他们本身通讯没有了 一开战就打到 那他们的前面的无人机部队呢 就会去定位 就是俄罗的那些炮兵啊 或者其他阵营啦 接着他们是很懂打仗的 他们晚上才晚上去定位的嘛 因为晚上你没那么容易被人发现 那定位之后呢 就拉轮炮出来打他 晚上打他 那所以机动性啊 隐蔽性啊 其他都非常之好 还有他们为什么一定用Starlink呢 就是因为Starlink的他的接收好 无论你在什么状况之下 你都能接收得到 那他们很多时候将他的天线啊 收在这些桌子里 挖个洞收在他 都很棒的 真的很多有创意的打法出来 我相信之后会有很多战例可以和大家分享 大家要知道现在有超过一万个Starlink的这个Terminal 在乌克兰境内啊 就是帮助他们打这场仗 就是真的可以说 其中一件居公自卫的军援 但是这个 话说话又不是军方的物资来的 其实是民用的物资来的 但是就在这一次的战争里面 大放异彩 你见火星大公呢 其实真的是这件事帮到手 还有最重要的是他呢 有一件事击击了很搞笑 是啊 我们翌日呢 就被俄罗斯那边敲一下攻击 就是我们写了一行代码 之后就没事了 我其实想知道 那行代码是什么呢 那行代码是不是改了frequency 他改了一行代码 他是不是只是改了一行frequency的代码 只是将那个所谓的countermeasures 等于yes 那就行了 我经常在想代码是 go fuck yourself 搞定了 真的很奇怪 那行代码搞到 连明国那边的国防部 他们一个电子电主是吗 发生什么事 发生什么事 发生了特朗普说 你怎么做的 你可不可以教我们国防部 我们有些快速境界 我们都可以学到 你怎么可以快到这样的呢 连国防部那边 都很想打听 其实究竟火星大公做些什么 你怎么会犯到这样的呢 我估计那行代码 应该是一些activation 通常一些的 网络安全的coding 通常是会看到 其实那些countermeasures 就是一开始 不像大家在一个电器 叫做整个房间 都是有人不断打 曲 不断countermeasures 打机 其实不是的 通常那些网络安全 这些countermeasures 其实已经一开始 embedded在一段countermeasures 通常它是怎样 我怀疑 我当然没有anemos那么厉害 通常是它是什么情况 去activate 才是要常常去更新 我怀疑它加了一段countermeasures 有趣分享一下 这个的网络安全的coding是怎样做 那我不是在学的 会不会好像那些 大家的防毒软件 经常下载一些病毒的定义 那你有些病毒的definition 你就知道 它自己本身建立的system 就懂得去找的 我觉得其实差不多 就是它找到它的pattern之后 它将这个pattern 上去系统 它系统本身 已经embedded了 有不同的countermeasures 那你有这个pattern之后 它会自己去选一个countermeasures 或者我经常觉得 其实它的代码就是countermeasures 等于yes 那就可以了 自己搞定了 它所有的系统 自己已经完全embedded了 想好了这些东西 所以你想想 Elon Musk这么多年做的spacex Starlink 其实说实话 是美国政府养出来的 因为当年如果没有NASA 给它十几亿的contract 它真的写了19世 哪会到现在这么大的程度 但是问题 它有能力 将这十几亿的资金 变成两家公司 几千亿的市值 基本上是统治人类 下一代的这个 卫星通讯 大家看看乌克兰那些人 多高兴 有天线就可以上网了 真的 有成万个terminal 一万个terminal 在里面 还要大家记住 谢谢少生 多谢 大家记住 多谢大家货金 大家要记住 他们用这个Starlink的terminal 不是免费的 不是大工那么好人免费 是美国政府通过美国国际资助署 给钱买的 一个大抵 是不是 买这个得多抵 挺好用的 但是买了这些 就可以打抄俄罗斯 我们刚才也说了320亿 俄罗还在用手机 你那些部队究竟在哪里 为什么不见你 然后就被人指挥官被人一炮轰炸了 所以为什么俄罗斯跳了脚 其实对Starlink这种问题是 但问题是你counter不了他 你又反制不了他 人家几千粒卫星在那里 你有本事就打几粒下来 他第二天又绑了整堆上去 一只Falcon可以射几粒上去 一只Falcon六十几粒 一个很小的每个半粒 所以他可以一次射很多 你一见到俄罗斯网工 他的威胁就小了很多 其实Starlink好像开战之后 大概十几粒卫星是突然有故障的 我想是前期的countermatch 就是那些电战的措施 对他是有影响的 但不要紧要他大把 他两千多粒在地球上 他喜欢病两粒上去 对不对 一发Falcon九就已经是六十多 如果用Starship的话 是以百二千来计 你就更加不可能打他下来 其实这个是一个我觉得很好的战 其实这次俄罗斯 sorry 烏克兰这个战事 其实对于各国的国防部 其实俄罗斯都是北约或西方队型的最大解伤敌 现在可能他已经不再是最大的 可能最大的已经是中国了 因为这个一打就不露底 这个就是这样的意思 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战例 究竟是一个现代化的战争 如何去打一个很效果的通讯 因为其实说真的 这个程监睛 其实这个Starlink 可以做到一个很好的通讯 因为程监睛拿完资讯之后 你怎样可以把你的资讯有效地分布在不同的兵上面 那你可能在一些比较高杂成的科技等 例如可能军艦 军机 那你当然有很好的情报网络 但是现在其实你在乌克兰 好大程度上都是打一些陆战 步兵战 那你步兵战上面 怎样可以有一个keep到 它的communications 其实这个是北约士兵 他在打这个阿富汗 打这个伊拉克 他是没有想过 也没有经历过这个问题 因为他当时有一个绝对的空中优势 绝对的频谱优势 但是不过当双方 这个的频谱优势 我不说是单方面 我说是大家实力相等的时候 大家都有机会 genre大家的时候 我怎样可以令到我的communications 可以依然不会被人断 其实这次乌克兰 可能各个回助了乌克兰 其实这次这个战例 其实可以回报到 给这个北约阵营的指挥官 一些战略策划 或者是那些defense staff 怎样可以做到这个 keep住的频谱使用率 例如你将来的假想敌 俄罗斯或者假想敌是中国 你不会再有 对伊拉克对阿富汗的绝对频谱优势 在这个情况下 在Starlink这个案件 其实我觉得很值得他们 去做一个研究 以及将来制定 它的wall game 那时候 是不是要将这个item 放进去做一个更加深入的 法子 可能是军用版的Starlink 是否一个有用的方法 或者怎样可以用到Starlink 去做其他的通讯 是一个当你输了频谱战的时候 怎样可以维持有效的指挥通讯 这个呢 我觉得是一个lessons 是给我们北约的指挥官 可以bring home去study 我其实 Anson Tink 我觉得不用搞军用版的Starlink 你就用Starlink 不要再加些无聊东西 你军用呢 就是所有军用东西 又要拘捕军费 又要测试 接着又烂计 接着又爆价 又延期 又延期 痴疼军用都没有好 说真的 所以我觉得是 就用Starlink可以了 还有大家要知道 Starlink开得乌克兰呢 即是欧洲全覆盖 欧洲的位度和中国差不多 他上开就开的了 这个只不过是看他心情而已 所以大家要知道 这个对未来战争 会有很大的启示 即是美国军方突然发觉 咦 为何无端端有了一个 比我们的卫星更加强的通讯系统 已经在走路了 已经是有战例的了 又不用测试 又不用骗军费 又不用延期 人家做得多好 那根据现代的加密技术 就算你接听到他的通讯 也没什么用的 对不对 因为现代加密技术 是已经很先进的 你除非用量子电脑 或者其他 硬去crack他 其实你是很难去解密他里面的内容 反而通讯的形式更加重要 那现在Starlink只是初具规模 他都没有到他的第一阶段的 那个完全版 完全版是上万粒卫星的 所以到时他全覆盖之后 美国军方会突然发觉 他一定要快些立法 将Starlink这间公司 要加个back door 或者是收入他自己的国防管车才行 如果不是的话 有哪一天Elon Musk大公发疯 你不听你的指揮呢 到时都挺适合的 Elon Musk 因为Elon Musk的人 都挺过瘾的 你想想他买了Twitter之后 又说要开放那个 那个言论的空间 接着呢 特朗普算了 我不理你了 他照样说 但是都要有一个空间给他 接着又说要买可口可乐 然后就加些cocaine 然后去搞笑了 这些 如果他这样 我想其他各国政府都会很害怕 就是他真的有他的影响力滲了下去 如果你想想美国这边 NASA和他合作得那么好 可能你说turn out会有一个交易 就是其实去到火星的时候 美国政府说 好吧 我给你一些资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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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时去到火星的时候 你就算不是大工 我们都会有些资源共享 你会负责帮我们做开发 那怎么计算呢 我觉得他现在的利益都崩倒不在一起 是的 我们说美国和Elon Musk 只要你一路养大他 他又要某程度上都受你牵制 虽然我们觉得他的未来在火星 就是在地球 但是我想地球这边他都要看着 就是如果出了事 美国政府出了事 他整个利益他就都是浪漫的 他turn out都是绑在一起的 所以我觉得都很赞 就是其实Starlink后面 就是来着 就算我当他很多后面 他不会帮美国去做一些 例如打中国等等 中国都很难买得到 就是收买得到Starlink整件事 所以就起码我觉得National Security 那部分应该不担心的 而讲到communications 其实可能我扯开一点点 不好意思 其实有一个新闻也早期的 这个是Cold Response 那个exercise的新闻 因为那时候觉得太细 很难特意开一节出来说 所以就没什么说 其实在这个Cold Response HMS Prince of Wales 他作为旗舰 他作为核测測试 做一个航空无级指挥之余 其实他上面装了两个新的装置 来做测试 一个是Atomic Clock Atomic Clock的用处就是 当模仪北约打仗 当时全部美国的GPS 被反弹弹弹弹弹异弹弹弹低了之后 我怎样可以不用GPS 亦可以用到导航 亦可以用一些制度武器 就是利用atomic clock 那时候在Prince of Wales上做測试 第二个测试就是它说是quantum technology 就是说模拟所有北约通讯卫星被人打下来 它怎样可以进行一个指挥通讯和加密通讯 这个其实在code response的时候 它是有用一个在地面的技术去做这个测试 其实可能是有了乌克兰这个案例之后 可能Starlink也是一个第三个系统 因为通常一个系统我们叫backup 通常backup都不准备 通常我们会惯了三头马车 三个才是安全 其实现在变成是有一个atomic clock 再加一个quantum不知什么的技术 再加上Starlink 其实整个communication 就算是真的打这个卫星被击取之后 也有一个安全的保障 是啊 这场战争很多新一代的idea 新一代的软件 战法硬件 都全部在试验中 之后 就是美国人不能够取军费 都一定有很多新东西出来的了 不过